明信 路好玩喔 两名剧团成员扮运火车 在小朋友面前呼啸而过 他们是和题快乐剧团的成员 去年两名作家带着和题国小的小朋友 制作属于高雄的绘本 也借此机会认识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今年他们将绘本内容转变成舞台剧 可以跟台下观众互动 小朋友也乐在其中 他们的原创 我们就原封不动的呈现到戏剧里面来 然后透过今年高雄是交通年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高雄城交通小达人 用戏剧的方式呈现给所有的小孩 希望大家能够透过我们这出戏 喜欢上我们高雄的所有大众交通运输 舞台剧相较静台绘本 能跟小朋友有更多互动 现场的问答不仅台下小朋友笑得合不拢嘴 是让我们也感到欣慰 就是小朋友除了可以看书 可以得到一些知识以外 那我们现在透过行动剧的表演 让我们小朋友能够更清楚地了解 书中的内容 其实有点像知情合一 看了书然后现在又有剧 然后其实最重要是希望小朋友 能够身体力行 在我们这个现在复杂的交通环境里面 能够知道很多交通安全的知识 然后进而保护自己 小朋友们不仅参与绘本的制作 还参加舞台剧的演出 看到他们的杰作出现在书本中 他们都很开心 从中也有不少收获 有那个经由这一次的绘本 我现在有认识更多的交通规则 小时候我都觉得那个超速没有关系 现在我觉得有关系 因为会被罚钱 而且还有生命的危险 我画了我的家庭和一些车子之类的 和我自己的制画像 就是觉得很开心 我能够画得那么特别 那么有自己的风格 交通安全从小做起 和提过下的学生 用自己的画笔和行动演出 属于自己值得骄傲的篇章 雷年新闻中族民高雄采访报导 就参考